哎呀 妈 我真的不想去相亲 人家都在咖啡厅等你半天了 你说不去就不去 而且 你不去相亲 要是以后嫁不出去怎么办 嫁不出去就嫁不出去 你 而且妈 你又不是不知道 我有对象的 那网恋对象 也能算男朋友吗 你今天必须得进去 否则 别回家了 通知下去 这次男程文女的项目 一定要争取项目 否则全都不要干了 哎呀 这天挺有的吧 哎 正好有病了 味道不错 就是有点苦 我不太喜欢 这位小姐 我们认识吗 不认识 以后可以认识 以后 虽然这个相亲对象长得很帅 但我可是有网络对象的人 当然不能跟他在一起 既然这样的话 我就只有想到你了 我能讨厌我吗 我妈没告诉你吗 娶我 要花二百万的彩礼 再加北京一套四合院 对了 我家还有三个地 他们三个 每人一人一套别墅 不过分吧 你要是能做到的话 再联系我 好久没听到这么厉害的事情了 那你还有别的要求吗 这都没让她智男而退 难道是我要的太少了 既然如此 当然有 我妈的身体不好 结婚了以后 你得照顾我妈 我不太喜欢男人出去抛头露面 别 别的 暂时没想出来 我现在能想到的就这么多了 你能做到你再联系我 行 相亲的事情解决吗 实在不行 我可以先再去你家见家 已经解决了 谢谢男朋友关心 谢谢大家 好 请谦谦事 没想到居然会在这里遇到她 姐姐好棒呀 嗨 索索 这个女生你认识吗 可只认识啊 她可是我闺蜜 我闺蜜长得漂亮 身材又好 而且还是南镇大学的优秀毕业生呢 不知道多少期又想要挖她过去呢 她这么优秀应该有不少追求者吧 要么你去追一个试试 别啊 我闺蜜有男朋友的 已经在一起一年了 感情可好了 你们可别搞事情啊 有男朋友 所以她上次那么说 是为了逃避长辈安排的乡心 谢谢大家 你知道吗 我的创意在比赛中获奖了 好想跟你一起庆祝啊 如果你现在在我身边就好了 是你呀 秦小姐看到我出现在这儿 似乎很惊讶啊 有 有吗 秦小姐 我刚刚知道 你好像一直都有男朋友 所以上次见面的时候 你是故意那么说的对吧 是又怎么样 不怎么样 只是很佩服你睁眼说下话的能力 你是不是不知道这是比赛后台 请你离开 我当然是有事才来的 我想邀请你加入审视集团 首席设计师 完成花招结项目 沈氏集团总裁 沈天白 你是 沈氏集团的最高总裁 是我 完了完了 我上次居然把沈氏集团总裁 当成了相亲对象 还说了那样的话 沈氏丢死人了 怎么样 秦小姐 考虑得如何 抱歉啊 沈总 我的梦想呢 是自己开工作室的 我对加入企业不感兴趣 是我不能答应你了 沈小姐 你的母亲在门外说要见你了 哦 那麻烦您带路了 沈小姐 我劝你好好考虑一下 不然你上次相亲 搞鬼的事情 就别怪我告诉阿姨呀 你威胁我 干嘛 怎么能是危险呢 这分明是求贤若可 简简 妈 沈小姐 关于我刚才说的事情 想都别想 恰阿姨 你女儿上次相亲的时候 我去 我去行了吧 早这么说 不就没事了 给我走 先告辞 简简 你认识她 认识她 我可太认识了 妈 我们走吧 好啊 气死我了 今天遇到一个大变态 怎么了 一个目中无人 毫无人性的资本家 威胁我去他公司上班 这种没有人性的黑心老板开的公司 早晚要告别 不信不信 你后天不是要过上班的公司 生日吧 等你过生日那天 我们见面好吗 好啊 我们在哪儿见 那就电影院 我一定会给你一个 特别的生日惊喜 我去你的公司上班 该死的沈天白 都是因为你 还等我和我往年对象见不了面 我去你的公司上班 嗯 睡觉 睡觉 后天 后天 江明 后天帮我把南城所有电影院都包下来 这什么时候新开了一家服装店 装修定位还是高升 进去看看 你 先生您好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助您的 我想给我女朋友挑几件衣服 好的先生 我们店都是法国时装周的限定款 您如果喜欢的话 我这边可以帮您的订阅 这是惠奇 我 我 你 你 我 你 我 我 我 你 我 好像没有这条 没有吗 没有 那我可以先在家 好 我觉得这件就不错 它不仅考虑到了人体结构 而且 阔性和颜色结合现代都市 将女性的柔美和时尚感 结合得很好 穿上以后 能够由内而外 散发出当代都市女性的魅力 好 除了她手上这件不要 店里面的 全都给我包起来 好的 谢谢 沈总 你刚刚什么意思 怎么了 明明你让我拿主力 最后又不挑我选 为什么 因为我的女朋友 温柔体贴 跟秦小姐女 是完全不同的类型 所以我觉得 她不会喜欢你挑的衣服 沈总 你还没有走 这条街都没买完呢 我去哪儿 喜欢 更多是遗憾吧 我小时候特别想到你 但是我妈都会以耽误学习为理由扔掉 现在长大了再看 心情总是会不一样 不论喜欢还是遗憾 别人有的 你都要有 拿着 谢谢 谢谢 不用写 从你工资里扣 什么 我不同意 沈总 今天你必须把花给我收回去 你还在电影院给我过生日 不知道准备了什么惊喜 女士你好 今天电影院已经被我们老板包下了 其他人不准备 包场 老板谁啊 沈氏集团总裁 沈平白 什么 沈总 到现在还没发现 自称是你女朋友的人出现 是吗 沈总 您看 既然这样 就走吧 该死个沈天白 看个电影都要剿情 还包场 你总不把七大洋包下来游泳了 可恶 也不知道我男朋友什么时候 你在这里干什么 我来电影院能干嘛 电影院不是看电影的吗 现在电影院已经对外开放了 你可以进去 可我约的人还没到 那跟我一哥 沈总 那这些东西呢 给他吧 天哪 这不是沈天白昨天买的那些衣服吗 是每一件衣服都要上官了 都是给我的 都是我女朋友不要的东西 这个 应该不用从工资里面扣吧 你想的话 也可以从你工资里过 不不不 谢谢沈总 那我走了 听门啊 妈给你安排了一个联姻对象姓秦 是远方世交的女儿 你看什么时候见一年何事 妈 我跟你说多少次了 我不想联姻 你连个女朋友都没有 又不想联姻 我什么时候才能抱成孙子 我有女朋友 网联对象不算 妈 你为什么就不肯接受她了 哼 你什么时候把人带回来我就同意 好 我会尽快把她带 正常 妈先说好 如果真能把人带 别人的事可以先布她 如果带不送 你就给我老老实实相亲 好好好 知道了吗 上 我吃死了 脚 疼死我了 阿姨 你脚怎么了 人老了不中用 这刚出门没走几步 脚受伤了 你去医院吧 谢谢啊 不客气 你迟到了 沈总 你听我跟你解释 这些都是有原因的 起得我睡得时记性差 这三个原因哪个是你说的原因 我 花招节的项目已经启动了 今天下班之前 给我改个方案出来 沈总 你只给我一天时间 合适吧 你说的对 那就改成半天吧 今天午休之前 给我改个方案出来 于期 后补自负 请 进 沈总 您的武器来了 哦 请他进来 那您就是 挺麻烦啊 哎呀 今天早上这刚一出门啊 就摔了一跤 幸好有个姑娘给我送到医院 我这腿啊 可得疼好几天 妈既然这样 那回去好好休息吧 我找人送你回家 哎 我这次来呀 主要是想问问 你的网恋对象 到底叫什么名字啊 哦 嗯 她 沈总 你上次让我给的文件做好了 你看一下 哎 你不是 阿姨 是您啊 哎 是我是我 好孩子啊 早上真是谢谢你了 没事 妈 怎么回事 你认识她吗 今儿早上 就是这姑娘扶我去医院的 还在医院陪了我好久了 听牌 快谢谢人家 阿姨 您没事就好 所以她早上是因为这件事迟到的 哎呀 好孩子呀 没想到啊 我们这么有缘分 你在这里上班累不累啊 有没有人欺负你 跟阿姨说 阿姨一定给你教训那个人 啊 阿姨您放心 我这么兢兢业业 兢兢肯肯的工作 要是有谁欺负我 我一定让她好看 你说是吧沈总 当然 无论如何 早上的事情 还是要谢谢 不用客气 不管怎么样 你的工作能力 还是很出色的 我替你感到骄傲 你是在跟我道歉吗 沈总 没有 你想多了 没事赶紧去 哦 上次电影院见面泡汤呢 要不重新找个地方 跟我网恋对象再见一次吧 燕燃你妈不是说让你跟沈氏集团总裁相亲吗 你怎么还不去啊 男人呢 总是喜欢欲清故纵的呀 我要是主动赶着上去 他肯定不会喜欢 我非要量他十天慢个月 等他急了我再去 啊 那不会弄巧成拙吧 当然不会啊 哎 燕燃小心车 小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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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统一啊 呵 是啊 喂 素素 我那个网恋对象 约我见面啊 太好了 但是我上次搞砸了 不知道该怎么办 那我们先去商场购物 我来给你参谋参谋 好 马上 素素 你看这条怎么样 这个颜色是不是太 太素了呀 你柜子里这个色系的 裙子已经有很多了 说的也是 放心吧 你和你的网恋对象 谈了都快一年了 你又这么漂亮 他一定会喜欢的 我就是担心 我们会像上次那样错过 不会 这次有我在 不过话说回来 你那个网恋对象 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啊 我没见过他的照片 但是 从他的字里行间 我可以感受出来 他一定是一个温柔 有礼貌的男生 是不是我办公室门缝开闪 进来的时候一个个脑子 给门夹坏了 这么简单的错误都能犯 别干了 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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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之 就是那种特别特别好的男生 既然这样 那就祝你明天面积顺利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